故事的主角是三位姐妹花 大姐名叫莱生类 她成熟稳重性格妩媚 是无数人心目中的完美预警 以至于后来流传了一段佳话 年少不知大姐好 错把二姐当成宝 二姐名叫莱生童 本片一号主角 她温柔知性 极善良勇敢智慧坚韧等众多优点于一身 三位名叫莱生爱 即将迈入大学的高中生 她天真烂漫活活可爱 是三姐妹中的后勤宝账 白天 三姐妹经营着一家名叫猫眼的咖啡厅 而每当夜幕降临 三姐妹便会化身成为黑夜中的盗贼 去窃取那些原本属于自己家里的收藏品 以此来寻找父亲失踪的蛛丝马迹 这个夜晚 三姐妹取回了一件珍贵雕塑 专门负责抓捕猫眼的刑警 俊夫行动再次以失败而告终 这也是她第六次在猫眼手里尝到苦头 第二天 俊夫便遭到了自己上司的大声训斥 俊夫只好来到猫眼咖啡厅消气 她跟来生童虽然是情侣关系 可她丝毫不知道 眼前人正是她心心念念想要抓捕的猫眼 小爱调侃她不如早点把刑警的工作辞了 早点跟二姐结婚 来店里一起经营咖啡厅 但俊夫还是有点男人的补气 我早晚有一天会向小彤求婚 但在那之前 我一定要先亲手抓住猫眼 今天 三姐妹的目标是美术馆的皇后之类 警察局这边自然也会有所准备 大姐拿起望远镜 通过读唇语的方式了解到了警察局今晚的故事 之后俊夫来到美术馆 美术馆老板告诉她 她早已经做好了对付猫眼的万全准备 大厅里的宝石其实是仿造品 真正的宝石在地下金库保存的好好的 并且金库的各个位置都装了几乎无死角的摄像头 再加上她精心布置的各种防盗装置 猫眼今天肯定会在劫难逃 跟美术馆老板交流后 俊夫再度来到咖啡厅 为了不让俊夫看出今晚行动的蛛丝马迹 来生童主动提及同俊夫约会 在两人的约会过程中 俊夫将美术馆老板的布置告诉了小童 这无疑让三姐妹的行动更加如鱼得水 为了表示感谢 小童主动帮俊夫拿东西 并且还挽起了后者的手 俊夫瞬间就变得羞涩不已 终于到了月黑风高的夜晚 猫眼三姐妹的计划能否成功呢 这是一家戒备的几乎密不透风的美术馆 馆外有近十辆警车连夜看守 而馆内在各个角落执勤的警卫夹起来也有几十名之多 金库布满了几乎无死角的摄像头 大门设置了三重密码防护 墙壁上被装上红外线引爆装置 一旦触碰便会粉身碎骨 连地板下面都装有高压线 人一旦俯身贴近 就会被立马烧成灰 那么这样的布局能否难倒猫眼三姐妹呢 答案是不能 上集 猫眼三姐妹欲在夜晚抢落皇后之类 美术馆馆长部下天罗地网严阵以待 俊夫在同来生同约会过程中 无意将此事告知了小灰 时间来到月黑风高的夜晚 面对美术馆各处的警卫 大姐二姐巧妙地用滑翔伞直接潜入楼底 二姐在降落时一不小心撞在了墙上 大姐吐槽 刚叫你小心结果你就撞墙了 此刻的俊夫提议要在金库增派守卫 然而馆长断然拒绝 如果你现在派警卫去金库 那不就摆明了是此地无垠三百两吗 更何况 我的防盗措施做得连苍蝇都飞不进去 馆长跟俊夫就此事争论的喋喋不休 殊不知 大姐二姐此时已经通过调划索的方式潜入了地下室 大姐二姐很快便到达金库入口 面对那不值得到处都是的摄像头 两姐妹硬生生地卡死脚通过 而碰上无死角的地方 大姐果断掏出跟拍摄场景一模一样的扑克牌 她用矫件的身姿一把将扑克牌贴在了摄像头前方 以至于馆长跟俊夫在监控时没有看到任何异常 到达金库门口 大姐又顺利破解三重防护密码 两姐妹成功进入金库 金库表面看上去没有任何异常 但二姐戴上透视镜发现 这里到处都是红外线引爆装置 二姐本想从地板上爬过去 但大姐拿出了一把枪并扔出一枚硬币 只见硬币瞬间就被烧成了胶态 地板装有高压线 根本不不得 于是大姐用枪瞄准了墙角 一枪下去 空中绳索便牢牢定在墙上 二姐拿着绳索小心翼爬行 过了一会儿她终于抵达目的地 而此时的馆长已经睡着 俊夫决定去金库看看 金库这边 二姐翻箱倒柜找了许久 也未能找到皇后之类 她打开一个柜子 看见里面有一个罐子 但罐子并没有引起二姐太多注意 她只是随意一扔 没想到皇后之类就藏在这个罐子里面 大姐二姐出色地完成了今晚的任务 俊夫到达电梯口时 才发现事情已经不对了 她赶忙呼叫所有警卫 可是 三妹已经开着飞机到达屋顶 当俊夫带着警卫赶到现场时 大姐二姐已经乘坐飞机逃之夭夭 俊夫仍不想放弃 她搜索着飞机的讯号一路追寻 然而 猫眼三姐妹早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他们的飞机在变形后躲进了一辆货车里面 俊夫终究还是追了一场空 众所周知 猫眼三姐妹虽然行盗窃之事 但却从不被地理杀人 这天是俊夫休假 她陪二姐在电影院看电影 可她的传呼机突然响起 上司命令她马上去见一个客户 客户叫做家川 她怀疑她的名画被猫眼冰上 于是她寻求警方进行防备工作 他们的对话全被大姐听见 在送别家川掀手后 俊夫却发现大姐在吧台瑟瑟发抖 再强悍的女人也会怕蟑螂 俊夫赶忙跳进吧台 大姐一把将俊夫抱住 然而 这一幕又碰巧被二姐撞见 当俊夫踏进豪宅时 碰巧又撞上了猫眼正仓皇离去 俊夫一路猛追 二姐扔出烟雾弹 及时拦住了俊夫的去路 两姐妹成功逃跑 猫眼三姐妹暂时背上了杀人的罪名 警方在隔天一大早便通过电视播报了此事 他们也初步怀疑这起命案跟猫眼有关 赖口正是那个坐在角落里左拥右抱美女 而这两人因为作风不合早就想断绝关系 家川内饰表面是想让警方攀手那幅文化 实则是自己已经感觉到了有性命危险 想要寻求警方的保护 但目前这些事情还都未掌握证据 至于要怎样找到证据 则要靠三姐妹自己 赖口只好用追踪器跟随 而大姐又给二姐布置了一个任务 那就是带着夜宵假装去看望俊夫 赖口的定位器发现猫眼的车已经停止走动 她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了 可猫眼的停车地点就在警局门口 当赖口他们追到警局门口时 三倍按下遥控器 赖口的车彻底失控 即便司机想尽办法阻止 汽车还是一头撞进了警察局 猫眼三姐妹顺利带走那幅名画 因为她还是未能逮捕猫眼 我要看一看你到底长什么样子 露出你的真面目吧 这是二姐首次以猫眼的身份跟俊夫见面 二姐今晚的目标是绿枝诱火 二姐悄无声息地潜入房间 可她不知道俊夫已经在一旁埋伏许久 二姐缓缓走向绿枝诱火 躲在后方的俊夫一口气将二姐放逃 在发生戏剧性的一幕后 二姐狠狠赏赐了俊夫一巴掌 俊夫身陷其中不能自拔 她也首次知道猫眼是女 由于天色太晚 所以俊夫并没有看到二姐的真正面目 然而 二姐在月光下的矫健身姿却被三妹的同学和美误打误撞拍了 第二天一大走 和美便将这件事情告知三妹 和美准备将这张照片卖给报纸社或者杂志社 三妹知道 现在必须想办法弄到那张胶卷 放学时间 她偷偷地将一瓶水灌在了和美的身上 和美不得不前去洗澡 三妹趁着这个机会偷走了胶卷 来到猫眼咖啡厅 俊夫又前来送人头 她讲到绿枝诱货被转移到了东京美术馆 那里安装了特殊的感应器 只要靠近墙壁超过30公分 感应器便会立马发出警报 三姐妹煞费苦心地研究着要怎样才能破解感应器 可门外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和美说她那天拿错了胶卷 真正的胶卷还在她这里 并且 她还特意把照片写了出来 大姐二姐可是紧张坏了 三妹更是不敢直视 好在由于逆光的原因 相机并没有拍清二姐的脸了 但是 和美却发现那个身影跟二姐特别相像 她怀疑起了二姐就是猫眼 终于到了展开行动当晚 三姐妹正讨论着今晚的作战机会 没想到和美却又在此事造口 她还打算今晚要在这里住一晚 由于今晚的行动安排在凌晨一点 二姐猜测和美应该是要监视 他们那个时间段在不在家 三姐妹绞尽脑汁的思考要怎样才能制开和美 时间越来越近 三妹各种脸孔带片想让和美睡着 和美不仅没有丝毫睡意 反而还要三姐妹一起陪她打扑克牌 三姐妹也是好应付 时间只剩最后的45分钟 大姐说她下楼去给各位冲杯咖啡 她在咖啡里放下安眠药成功让和美睡着 这种安眠药的药效很快 所以留给姐妹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大姐二姐脱下外套露出 紧身衣即刻展开行动 来到东京美术馆这边 感应器很快就发出了警报 俊夫连同警卫赶忙展开行动 可他们等来的却是送外卖的 而接下来 送外卖事件又接连发生了很多起 东京美术馆的警报已经形同虚设 两姐妹不费吹灰之力偷走了绿枝诱惑 大姐又用她高超的驾车技巧耍的警察团团转 随着大姐的这波高难度跨越火车 猫眼今晚的行动圆满结束 回到家后他们便叫醒了和美 他们特意把时间回拨了一个小时 制造了一场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之后 三姐妹就怎样完成计划来询问勇士大叔意见 勇士大叔讲到 这次运输途中到处都是监控以及警力 难度要比以往大很多 但有一个地方有忙碌 那就是隧道了 所以这次的行动要在隧道进行 而留给三姐妹的作案时间只有两分钟 二姐需要骑摩托紧跟在警车后面 而等到运输车开进隧道时 二姐需要一口气追上运输车 追上运输车后 二姐便可以扔一颗催泪弹 警车就会立马发生混乱 趁这个机会劫走运输车后 在下个路口与领头警车驶向不同方向 然后就在未出隧道前 将运输车开进大姐驾驶的货车里 如此一来 出隧道后监控中就不会看出有任何异常 最后在坐在运输车上的鲁贝尔露出音效 只见司机按下炸弹按影 警车的车胎瞬间爆炸且不受控制 所有警车狼狈不堪地撞在一起 二姐跨过警车追上运输车 前来接应他们的也同样是一辆大货车 两姐妹让鲁帮新娘束手就擒 可这个女人仍留有后手 她的手下生情了三妹 鲁帮新娘重新捡起手枪 三姐妹只好缴械投降 鲁帮新娘继续讲道 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物 但你们以后不允许再当我的对手 三姐妹回忆 成为怪盗并不是我们的初心 我们也只是想找回父亲的东西 当二姐说出父亲姓名时 鲁帮新娘眼神一点 他们的父亲以前救过鲁帮新娘一命 鲁帮新娘拿着手枪开了一枪 但她只是帮三妹打掉了什么 她在留下一句话后便离去 那个美术品就送给你们当见面了 我们后会有期 他们也由衷期望与鲁帮新娘再次见面 这个全国空气枪冠军 心理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她就是警局总部派来协助猫眼案件的刑警 前谷光子 还未开始办案 她就已经严重 怀疑三姐妹就是猫眼 这天的俊夫一如既往的来到猫眼咖啡厅抚操工作 墨镜男偷偷地在吧台底下装下录音器 前谷天真的以为自己办成了一件大事 殊不知猫眼三姐妹早就发现了 吧台底下的录音设备 猫眼三姐妹随即对前谷进行反调查 得知前谷的真实身份后 三姐妹决定要去会议会前谷 夜晚 她们故意来到一家美术馆送预告函 而她们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引出前谷 俊夫前谷很快收到通知 她们飞速赶往美术馆 二姐三妹将俊夫和警察耍的团团转 大姐在操控室按下按钮 一根细线将除俊夫以外的所有警察全部放倒 而俊夫也终究未能逃过被他们戏弄的命运 可二姐却迟迟未能见到前谷 原来前谷一直在警盖之上监听情况 而二姐也终于在撤退过程中撞见前谷 前谷不但伸手敏捷 嗅觉也相当惊人 她闻出了二姐身上的香水味 她还险些抓住二姐 二姐虽然后空翻闪开 但前谷却狠狠给了她肚子一紧 二姐被这脚踢成了重伤 好在她用闪光戒指干扰了前谷的视线 助她成功逃离 二姐举步维艰地回到家中 她知道前谷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现在一定要想办法打消掉前谷 于是他们又给另一家美术馆送去预告 他们的目标是名化莱茵河的棒 而作案时间就定在两天后的凌晨12年 第二天 前谷来到猫眼咖啡厅 她一上来就一口咬定二姐 就是昨晚她碰上的那个人 因为二姐身上的香水味 跟她昨晚闻到的一模一样 不过面对她的各种刁难 二姐都能轻松应对 前谷留下咖啡前 并说她明晚就会带补三姐妹 而三姐妹也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终于到了行动当晚 无数警察严阵以待 而前谷则是在此时来到了猫眼咖啡厅 因为她高度怀疑三姐妹就是猫眼 所以她就特意来到这里静观其变 前谷问二姐你的大姐和三妹现在在哪 二姐说大姐正在卧室辅导三妹念书 卧室里也果然传来了他们念书的声音 距离作案时间只剩最后的20分钟 前谷见到三姐妹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时间来到作案前的最后几分钟 二姐一直在吧台洗杯 而大姐仍然在辅导三妹念书 前谷百思不得其解 可她突然灵机一动 她从包里掏出手枪瞄准二姐 大姐跟三妹念书的声音其实是事先落后 真正的他们现在已经在美术馆 你只是在放录音带吧 话音刚落 几名便一警察冲进来用手枪对准二姐 前谷则趁机冲进卧室 可她惊呆了 因为大姐果真在卧室辅导三妹念书 没过多久 她又接到电话说名话已经被猫眼拿走 三姐妹成功洗脱一切嫌疑 前谷向二姐道线后离去 二姐推开卧室门 这里的大姐三妹居然只是机器人 而娶走那幅名画才是真正的大姐跟三妹 成熟玉姐究竟有多招人爱 脱下刀跟鞋主动靠近 这才是男女之间应该有的距离 走到身后深情对视 如果你没吻过小彤那就是这吻我吧 男女恋人就是这样来传达爱意 今天的三姐妹又有了新的目标 她正是眼前这座美术馆的名画 奥尔良 警方这边很快就接到了猫眼的预告函 俊夫再次上岗 去美术馆同工作人员进行简单多通后 俊夫便找到二姐运回 期间 二姐多次暗示俊夫 然而 俊夫这个钢铁直男不明所以 跑端端的约会硬是被他弄得一团糟 二姐被俊夫气得无语至极 不过跑这一趟也还算是有收获 那就是摸清了这座岛屿的地形 这个地方是一座孤岛 美术馆的三面都是悬崖峭壁 如果从悬崖跳下去 猫眼必死无疑 唯一的破绽就是海峡入口处 所以只要封锁住入口 猫眼就插翅南飞了 而来到小彤这边 俊夫中午的直男属性弄得他心里憋屈 大姐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 俊夫在开完会后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好 他主动来找小彤道歉 可小彤请他吃了闭门羹 于是到了第二天 大姐便开始了他对俊夫的调教时间 大姐把俊夫约到了海滩 大姐起身询问俊夫 已跟我们小彤交往好像已经有好几年了吧 俊夫回忆 我们高中就开始了 大姐脱下高跟鞋走向海边 你小子缺乏的是勇气 大姐起身回到俊夫身边 他主动靠近俊夫 知道吗 这才是男女之间应该有的距离 随后他又问俊夫有没有吻过小彤 俊夫不好意思地走向海边 大姐也随机走到了俊夫身后 不如你就是这吻我吧 此刻 你只需要把我当成是小彤就好 经过大姐调教后 俊夫久久不能释怀 到了分别时 他甚至还想索要临别一吻 大姐给了他肚子一拳 你可别把对象搞错了 我们刚刚只是在模拟而已 第二天 俊夫便把二姐约到了天台 俊夫献学献脉主动靠近小彤 第二步 把手搭在小彤的肩膀上 最后一步 献上深情异物 但是 二姐还是赏赐给了他一记大耳光 二姐无奈总操 这个大白痴 一点都不懂得讲究心情和氛围感 时间来到行动当晚 俊夫他们严阵以待 地板上突然滚进来一颗猪子 猪子放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所有警察全被暂时性闪下双眼 这个机会取走名画 俊夫一路追到悬崖 他笃定猫眼插翅南飞 万万没想到 二姐果然长出了一双翅膀 二姐一举飞下悬崖 可前谷却在此时赶到 他用手枪打掉了二姐的翅膀 二姐沉入大喊 三姐妹自然是有所准备 就在前谷还在洋洋得意时 猫眼专属卡片飘向他们 三姐妹已经带着名画乘坐直升机返回东京 俊夫的直男属性到底有多强 好不容易同小彤约会 但他却选择带小彤来看女孩子丝毫不感兴趣的拳击比赛 更糟糕的是 他还因为工作关系在中途被同事叫走 最近的东京出现了一位名叫炸弹狂人的恶霸 他四处轰炸公共设施 俊夫既要对付炸弹狂人又要对付猫眼 所以他最近很少有时间陪二姐 在大姐调教下 俊夫终于决定今晚好好陪陪二姐 来到猫眼咖啡厅 俊夫却因为最近工作太累而睡着了 三妹本想叫醒他 贴心的二姐却说就让他睡吧 二姐甚至被他弄得有那么一点生无可恋 但猫眼的工作还是要继续 这次的行动地点又是一家美术馆 而他们要盗窃的东西又是一幅名画 行动会在几天之后进行 这天是小彤的生日 俊夫特意请假来给小彤庆生 四人把酒言欢 突然窗外闪布无数辆警车 前谷说那个炸弹狂人又开始行动了 俊夫也只能赶紧出国 不久之后 俊夫赶到现场 炸弹狂人不但手持散弹枪 身上还背满炸弹 警方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双方僵持至傍晚 炸弹狂人由于太恶故让警方送尸的 他还要求必须是女警察送上来 于是俊夫便上演了一次男扮女装 另一边 虽然二姐很无语 但他还是决定要去帮俊夫一把 不久后 俊夫带着食物走进大厦 二姐抓住机会一拳将俊夫打晕 二姐带着盒饭来到炸弹狂人面前 炸弹狂人打开脖子 里面居然是一个炸弹装置 只要铁球碰到铁线就会立马引爆 一听到这里 原本不要命的炸弹狂人瞬间锁了 他浑身冒汗地维持着平衡 二姐随后便叫醒俊夫 俊夫很快便赶到炸弹狂人跟前 炸弹狂人由于一不留神 还是触发了引爆装置 不过 二姐只是想吓唬吓唬他而已 炸弹狂人被吓得当场晕厥 俊夫将其带补 这栋大楼的老板亲自向俊夫道谢 俊夫也拜托大楼老板帮他办一件事 夜幕时分 俊夫打电话让小童望向窗外 这算是猫眼行动首次失败 他们今天盯上了达芬奇头号弟子的名画 警方同样布下了天罗地网 二姐仅用一枚催眠弹就将所有警察全部放投 然而 二姐却在逃跑过程中被守在外面的警察顶包围了 突然 一位红发神秘男子几枪打掉了所有警察的照明器 二姐趁机逃走 原本以为今天的计划已经圆满结束 可警方提前在画上安装了追踪器 多辆警车全员出动 并且还有一辆神秘车辆一直紧跟在他们后面 而驾车司机正是刚刚救了二姐一命的那名红发男 红发男同样也盯上了那幅名画 二姐同红发男上演急速狂飙 可最终 红发男一枪打碎后挡风波里 那幅名画从三妹的手里掉落到了地面 红发男最终抢走名画 二姐和三妹也只能再做打算 红发男带着名画驾车前往了某个地方 警方根据追踪器找到了其具体位置 他们也在随后赶到现场 但这里居然是某个国家的大使馆 贸然闯进他国领事馆会严重影响两国关系 严重的话或许还会引起两国交战 警方只好无奈放弃本次追捕 下令抢走这幅名画的是某个国家的外交大使 红发男是他的贴身保镖 传说当达分歧大弟子的两幅名画拼在一起时会发生奇迹 所以大使对今天的行动蓄谋已久 第二天 俊夫又来到熟悉的猫眼咖啡厅 他疯狂吐槽的自己上司的无作为 他决定自己一个人去把那幅画给抢回来 二姐决定暗中帮他一把 夜晚 俊夫一身忍者装扮来到大使馆 结果他还没潜入领事馆就栽了跟头 好在在二姐的帮助下他最终成功潜入领事馆 俊夫也学起了二姐的专属开门技巧 可玻璃没有反应 俊夫一气之下一拳敲碎玻璃 他也成功进入到了领事馆里面 可刚进来他就被两名工作人员给发现了 俊夫身处险境 好在二姐在暗中相助 俊夫才得以化解了眼前的危机 靠着俊夫的不断努力 他也终于拿到了那幅名画 但是 大使和他的贴身保镖打了个俊夫现行 只见大使缓缓坐在椅子上 猫眼 你也应该出来了吧 他其实早就知道了猫眼就在俊夫身后 俊夫只要一回头便可以看清猫眼到底是谁 女人 可二姐不是两个人的对手 他连同俊夫一起被绑架 大使又让大姐用他们之前偷走的那幅名画来交换两人性命 过了一阵子 大姐邪话赶到 大使的保镖对着大姐疯狂扫射 没想到大姐居然是子弹为无误 这可把大使和保镖吓得直冒冷汗 二姐趁着两人走神一脚就踢晕了保镖 原来刚刚踢大姐挨子弹的又是那个机器人 大姐救走了二姐与俊夫 可他却把那两幅名画留给了大使 大使迫不及待地把两幅画拼在一起 可所谓的奇迹只是一颗定时炸弹 如何让猫眼的计划泡汤 那就是在他们行窃之前提前把宝物偷走 猫眼今晚的目标又又又又又是一幅名画 原本计划下个星期才执行任务 但是勇士大叔却传来情报 美国的黑手党已经就那幅画达成交易 他们明天中午就会取走那幅名画 所以猫眼必须要在今晚之前把那幅名画弄到手 身在美术馆的俊夫想到了一个绝妙办法 他声称这个办法可以确保名画不会被猫眼偷走 那就是让他在猫眼行动之前提前把画偷走 打得猫眼措手不及 科长原本不同意 但俊夫距离力争 带偷走那幅画后 他会保护那幅画的安全直到天亮 前骨梯千万不要这么做 可俊夫却愿意为了这次行动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 经过一番仔细思考后 科长终于同意了俊夫的计划 时间来到月黑风高的夜晚 三姐妹展开行动 秘密前进美术馆后他们却发现了神奇的一幕 俊夫居然在几十个警察的欢呼声中取走了那幅名画 随后俊夫骑着机车离去 二姐妹开上豪车警追俊夫 在某个巷子处 多辆警车沿着以待 原来科长也有他的周密计划 他断定俊夫的车一定会经过这里 所以他只要派警力在这里守住待徒 那就一定能将猫眼一网打尽 可他万万没想到 俊夫就在靠近这里的一刹那突然扭头 科长的计划泡汤了 看着俊夫一直这样漫无目的地往前开 大姐终于明白 俊夫打算一直这样开到天亮 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那幅画 而二姐又在随后发现 俊夫的驾驶路线 居然是他以前跟俊夫约过会的每一个地方 大姐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 他让二姐与叛俊夫下一个会去的地 二姐提前在那里埋伏 找机会劫走了机车 俊夫这次毕竟赌上了自己整个职业生涯 他挤刀便正突束缚 然后一路猛追二姐 机车的油箱又突然间 二姐也只好跟俊夫比赛跑 悬崖边上 二姐纵身一跃跳到车上 而俊夫也鼓起勇气纵身一跃 他误打误撞跳到了一辆运珠车上 俊夫亮出警察身份 让运珠车司机猛追前面那辆黄色轿车 为了甩开俊夫 三妹亮出他的新武器 可由于使用不当反而导致了两车相撞 二姐跟俊夫同时掉到了一口精力 第二天一大早 二姐率先苏醒 几分钟过后 俊夫苏醒 若不趁现在爬上去 二姐的身份就会暴露 可二姐的脚右腕 他不能行动 二姐直冒冷汗 俊夫由于头部受到撞击 导致短暂性失明 他没能看清猫眼就是二姐 由于都被困在井里 俊夫不计前嫌的同猫眼交流 俊夫主动说起了他和二姐的爱情不识 他觉得在这段感情中 是二姐比他付出更多 他也一直很 二姐听完俊夫的话后非常感动 过了一阵 二姐跟三妹赶到现场救了他们 俊夫主动让猫眼把那幅画拿走 可二姐却选择了一脚 把那幅画踢进了孤井里 事后 非手党取消了和美术馆的这笔交易 因为他们不想碰被猫眼盯上的东西 在俊夫的眼睛痊愈后 三姐妹又从美术馆偷走了那幅名画 工厂情况下 男女约会都是男生等女生 但俊夫这家伙竟然让二姐等了足足30分钟 他其实早就赶到了约会地 上次又临时给他布置了一个秘密认识 他需要负责保护百货大王史锤豪杰的安全 而由于史锤平日非常讨厌警察 所以俊夫不得不以便装出嫌疑 史锤最近在举办一个画展 他的画展上来了一名品画专家 三妹一眼就看出除了他眼前这个火星女神 其他的画全都是仿冒的 他还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俊夫 他嚷嚷着要让俊夫逮捕史锤 俊夫落荒而逃 事后 三妹将事情告知大姐二姐 大姐觉得有必要去调查一番史锤 于是二姐便乔装成记者来到了史锤先生家里 刚进庭院大门 两只恶犬便拦住了二姐的去路 好在工作人员及时弄走了两只恶犬 史锤将二姐请进房间 碰巧此事科长又强行拉着俊夫去给史锤道歉 回到二姐这边 史锤表面上文质彬彬 实则在背地里打着二姐的骚主意 史锤准备做点什么 二姐一下子就将其摔倒 史锤狠狠地撞在了墙面 可史锤撞击墙面的声音让二姐察觉到了异常 史锤本准备报复二姐 俊夫科长碰巧赶到 于是史锤只能出门 科长强行让俊夫给史锤道歉 这让俊夫非常不熟 俊夫在史锤的庭院闲逛 他无意间发现了史锤的一些训狗道具 他还被一条恶犬咬了一口 史锤假惺惺地给俊夫道歉 实则他由于害怕事情败露 早就对俊夫起了杀心 二姐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到了夜晚 史锤果然派杀手暗杀俊夫 好在大姐二姐偷换了俊夫的床落 随后他们又通过隐秘摄像头发现 史锤在那堵墙的后面藏了许多名画 三姐妹决定动手了 三妹通过娴熟的身法 耍着那两条恶犬团团转 他在地面撒下钉子制服了其中一条恶犬 可没过多久他就被保镖带走 恶犬扑向三妹时 三妹马上交闪现 恶犬连同这名保镖一起挂财 另一边 大姐二姐几招就干掉所有小喽啰 他们打开墙面抢走了那副火星女神 此时俊夫又找到史锤 他提醒史锤猫眼今天会在这里作案 可史锤丝丝毫不放在眼里 没过多久 两人便听见楼上传来一阵爆炸声响 两人赶到现场时 那副火星女人已经被偷走 史锤私藏名画的事情也遭到败露 俊夫以诈骗罪将史锤代表 俊夫这次又接到了一个特别任务 并且这次的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日本黑手党在某个知名饭店开了一家秘密赌场 科长派俊夫前去调查 他千叮万主让俊夫一定注意安全 因为搞不好会出人力 于是俊夫便带着二姐前往这家饭店 到了顶楼后 俊夫输入秘密 可他们并没有见到赌场 呈现在两人眼前的只是水墓 小童告诉经理他们想进去玩了 于是工作人员便按下秘密暗影 两人眼前的水墓消失 轰往赌场的秘密通道被打开 小童俊夫成功潜入赌场 然而小童却被眼前的一幅画所吸引 这幅画名叫《危险女子》 正是他父亲当年的作品 之前一直都下落不明 小童赶忙打电话给大姐 大姐也即刻前往勇士大叔那里求助 随后小童便代替俊夫向征信地玩起了骨头 小童凭借高超的补迹赚得盆满锅满 他也引起了一名工作人员的注意 工作人员邀请他去参加赌注更大的轮盘 小童接受工作人员的提议 但他对赌注有特殊要求 他想要那幅叫做《危险女子》的名画 工作人员不敢做主 他只好去请示经理 《危险女子》是赌场老板最在乎的一幅画 经理也同样不敢擅自拿主意 这时 另一名工作人员又送来一盒录音带 小童刚刚跟大姐的对话被他们窃听了 经理觉得小童的身份肯定不简单 他打电话向老板请示 老板说就跟他赌那幅画没关系 因为放在赌场的那幅画是假 真正的画在他的邮轮上 期间 俊夫开始秘密调查赌场 可他却被一名工作人员给发现 不过俊夫还是有两下 他三拳两脚就将这名工作人员打趴下 逃跑过程中他遭遇另外两人围堵 俊夫终究不是对手 他被打趴下了 另一面 小童的赌局即将开始 勇士大叔连同大姐三妹也在这时赶到 勇士大叔一眼就看出了一名身穿白衣的工作人员 那个人是拉斯维加斯著名的操盘手 如果不使用点手段 小童恐怕会凶多吉少 赌局正式开始 小童买了红色17号 另一人买了黑色9号 就在操盘手准备投球的一刹那 三妹用麻醉针射向他的后肩 操盘手的手不能动他 在其他人催促下 操盘手只能随意扔球 球就这样阴差阳错的碰巧 落到了红色17号所在的位置 小童因此赢下赌局 他也赢下了那幅危险女子 但勇士大叔看出的那幅画是假的 小童找经理算长 经理只能跟老板连路 老板约小童去他的邮轮上见面 并且还特意给小童安排了私人飞机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步 二姐要同赌场老板在邮轮上相见 约定时间是今天晚上 白天他来到海边享受阳光浴 有人准备对二姐按下杀手 二姐凭借贤熟的身法躲开 她决定今晚好好同赌场老板算算账 大姐则是化身无女 早早地潜入了邮轮内部 为了获得赌场老板重用 大姐决定展示她的功夫 面对拦住她的魁梧保镖 大姐轻而易举地躲开保镖的锁头 并在不经意间抢走其身上的枪 大姐持枪威胁保镖带她去见老板 见到老板后 大姐声称她希望获得一个比武女 更能发挥才能的职位 她在老板面前展示了 她娴熟的用枪技巧 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 她得到了老板赏识 这件事情很快就传遍了整艘邮轮 服务生受美对大姐佩服的五体佛地 夕阳时分 老板派车前来接二姐 二姐在不久后抵达邮轮 老板在此时把大姐叫到办公室 她讲到今晚会有一个大赌局 她让大姐来当操盘手 但赌局必须要赢 如果赌局输了她就要做掉大姐 二姐这边 在她抵达邮轮后 工作人员让她先欣赏舞会 晚上九点准时举行赌局 勇士大叔和三妹也在不久后 秘密抵达邮轮 而俊夫被囚禁在一个仓库 她的身上带了信号发射器 通过发射器 警方这边很快就找到了俊夫的下落 科长让前骨立刻展开行动 回到邮轮 二姐和老板的赌局正式开始 看见操盘员是大姐 二姐觉得这是好办 于是二姐把她所有的积蓄全部下注 而如果她赢了 她就要拿走危险女子那幅文化 老板本来有些犹豫不决 一阵声音从后方传来 那就这么定了 老板见了胆盲起立 原来寿美才是这里真正的老板 这个老头只是管家罢了 寿美要亲自和二姐赌这场赌局 为了公平起见 寿美提议用欧式赌法 也就是在操盘手投球之后双方再下注 这样就可以避免操盘员操控比赛 赌局正式开始 大姐迅速扔出圆球 面对这样的赌局 二姐也不知该如何下注 于是大姐便说了一句 穿匪脆色衣服的小姐 请你不要再犹豫了 请你快点下注 于是二姐下注红色9号 两人焦急地等待着轮盘结果 轮盘最终果然停在红色9号 寿美愿赌服输 她让管家去把那幅危险女子交给二姐 可是管家公然违抗命令 她派遣手下包围大姐二姐 而大姐二姐也不再伪装 双方历经一场激烈的打斗 大姐二姐从容应对 但二姐在最后的战斗过程中 不慎被人用枪对准的头部 好在三妹及时赶到现场 三妹扔下一颗烟雾弹 烟雾散去后 危险女子已经被抢走 墙角只留下了一张猫眼预告行 警方也在随后赶往现场营救郡夫 郡夫这次居然要升职了 前提是她必须要通过升职考试 另外通过升职考试后 她还需去外地进修一年 郡夫也第一时间将这件事情告知二姐 郡夫自然不想放弃这个难得的结果 可一旦那样 她又不得不同二姐一滴练一年 二姐与郡夫出门散心 郡夫憋得许久终于说出心里话 小公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你能陪我一起去外地一年 二姐拒绝郡夫 然而回到家中 二姐才袒露着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她其实真的很想陪郡夫一起去外地 可如果她去了外地 猫眼的工作或许也要暂停一年 然而大姐三妹看穿了二姐心思 两姐妹劝说小童就跟郡夫一起去吧 猫眼的工作不用担心 因为大姐三妹照样能够完成猫眼的工作 这次的行动她俩就会证明这样 而这次 她们的行动也终于不再是一幅画 这个音乐盒是英国皇室的收藏品 用纯金箱钻石打造 意义和价值非凡 警方把这里封锁的密不透风 唯一的出口就是墙角的一个出风口 可那个地方体积太小 人类根本没办法通过 前谷对于本次的行动很有信心 而科长也让郡夫不用参加这次的任务 因为执行任务那天正好是郡夫考试头一天 郡夫必须留在家里复习功课 时间来到行动当晚 大姐三妹让二姐在家里静候加音 她俩一定能完成本次任务 而郡夫被迫在家复习 可她根本进不下行 而来到博物馆这边 警方在博物馆里外各个角落全都不属锦翼 这里被封锁的人类根本无法采取行动 然而猫眼早就想好了应对半个 前谷他们突然听到一阵声音 声音正是从那个出风口传来 只见一架遥控飞机飞进里 三妹按下按钮 遥控飞机投下一颗催眠弹 科长跟前谷很快就晕了 随后 三妹又利用遥控飞机将里里外外的守卫全部打晕 干掉所有警卫后 三妹潜入博物馆取走了音乐阁 可她在逃跑过程中却遭遇一辆警车追捕 警车一路把三妹逼到死角 可车里面的那个人居然是郡夫 三妹不知所措 危难时刻 二姐及时出现支走了郡夫 两人还在接下来的赛跑过程中各自上演一次道 郡夫 我现在才明白 我爱的其实是你追捕猫眼时的神情 我好希望你不要通过考试 一直像这样 追捕我这个猫眼你有了 下来猫眼 也许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见到你了 时间来到郡夫考试那天 郡夫在考完试后第一时间来到猫眼咖啡厅 二姐改口说她愿意陪郡夫一起去外地 可郡夫却带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那就是她故意在考试时交了白诀 她心里放不下小童还有另外一个人 二姐赶忙询问另外一个人到底是谁 郡夫说另外一个人就是猫眼 这颗宝石叫做埃及艳后之类 价值一亿元 为了防止猫眼 收藏者让郡夫跟前谷直接把宝石带到警局保管 然而在运输途中 一辆直升机居然连人带车带宝石一起接 另一边来到猫眼咖啡厅 科长使劲嘚瑟 猫眼肯定想不到宝石直接放进了我们警察局 就算是给猫眼使个胆 他们也不敢大闹警察局 可同事却给科长传来噩耗 有歹徒将宝石连从郡夫前谷一起接走了 回到警局 众人赶忙商讨对策 没想到绑匪居然主动打来电话 他让科长准备三亿元赎人赎物 其中一亿元是赎宝石 另外两亿元是赎两位警察 科长掐指一算 那两亿没问题 可俊夫这辈子干到退休也顶多挣五百万 所以这笔交易肯定不划算 他让下属跟绑匪讨价还价 自己则是带着其他人追踪电话位置 可他们最终还是扑了一场空 歹徒警告科长千万别再少花招 科长只好命令下属准备三亿钞票 可他准备的这些全是假钞 而歹徒又给他来了一通电话 歹徒让他把钱直接转到瑞士银行 二姐提出可以让银行协助他们进行抓捕 然而瑞士银行非常注重客户的隐私 就算是警方办案 他们也不会透露半点客户信息 三姐妹不得不向勇士大叔求助 三姐妹很快找到了他们的下落 绑匪准备对乾谷俊夫动手 一张猫眼预告函及时打断了他们的劲 绑匪只好带着乾谷俊夫驾车逃跑 二姐纵身一跃跳到车顶上几根 百徒带着乾谷和俊夫躲到了某个小屋内 两兄弟讨论起下一步计划 光头决定还是要做掉他们两个 一张猫眼预告函再次将他打断 预告函警告他们不许对警察动手 猫眼也会在天亮之前驱走宝物 绑匪两兄弟决定会一会猫眼 乾谷没想到猫眼居然会保护他们 俊夫眼神坚定 猫眼不是普通的小偷 他们的心中秉承着某种性命 二姐也望向俊夫 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 深夜两个绑匪熟睡 一把小刀从天而降 俊夫利用小刀割开绳索 随后他立马给乾谷松绑 俊夫让乾谷先离开这里去通知科长他们 可两人的谈话弄醒了绑匪 乾谷赶忙逃跑 俊夫一把将绑匪按在地上 汪头不是俊夫的对手 可另一名歹徒也苏醒 就在他按下扳机的一刹那 两大绑匪瞬间被二姐打趴下 二姐全程背对着俊夫 所以俊夫没有看清他的真面目 俊夫本想拿出手铐就此带补猫眼 但他终究没能下手 今天是你救了我一命 这次我就放过你 其他警察暂时还没有来 你赶快趁着天亮之前离开这里 大姐居然在拍卖会上 交价4亿美金 这次拍卖会的竞品是一块宝石 大姐原本以为已经胜券在握 可另一名富豪居然出价5亿 这个人叫做卡洛斯 是世界海云业大鹏 三姐妹父亲的一幅名画 就在她的手中 大姐今天之所以来参加拍卖会 其实就是想给这个人留下一个印象 拍卖会结束后 大姐以交易一幅名画为理由 约卡洛斯见面 大姐特意打扮了一番 高尊菲斯长裙开山韵味十足 俊夫看了都直流口水 临走前 二姐提醒大姐要多加小心 勇石大叔陪同大姐前往交易地 大姐卖给卡洛斯的是一幅 叫做梦罗的地狱画 卡洛斯对这幅画非常喜欢 他当即买下这幅名画 他也邀请大姐去他的房间喝点红酒 他对大姐十分欣赏 他圣赞大姐是世间游物 他还邀请大姐同他一起去旅行 随后 他偷偷地在大姐的酒杯里放下了安眠药 可大姐并没有注意到这点 大姐很快便觉得浑身无力 在他晕倒前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在房本上留下了暗号 没过多久 二姐便接到勇石大叔电话 勇石大叔发现买话的那些钞票是假钞 他怀疑大姐应该被抗架了 他又突然在本子上发现了异常 那正是大姐留下的暗号 大姐被卡洛斯绑到了他的邮轮上 俊夫此时要回单位值班 二姐三妹换上专属装备出发 他们在途中给俊夫送去了一张预告函 于是警方也出动了 而来到邮轮上 大姐终于复醒 他被囚禁在一个秘密房间里面 卡洛斯说他需要完成一副话锁 他按下按钮将大姐牢牢锁在玻璃里 可警方却在此时感过 卡洛斯也只好去迎接 俊夫提出要搜查这艘船 除了原有以外 他没有在邮轮上找到任何东西 此时 三妹二姐已经就位 三妹操控假人支走了所有警察 二姐趁机溜进邮轮内部 卡洛斯继续回到秘密房间 他也放出了三姐妹父亲的那幅名画 卡洛斯其实是个变态狂魔 他声称这幅伟大的作品 需要吸收一个女人的灵魂 所以大姐今天必须死 大姐偷偷按下信号发射器 二姐根据定位追踪 回到秘室这边 卡洛斯释放出寒气 大姐很快便支撑不住 危难时刻 二姐赶到 他仅仅用一张预告寒 就弄瞎了卡洛斯的眼睛 二姐抢走 她的遥控器就走了大姐 两姐妹带着名画离开现场 卡洛斯像发了疯一样射击原油 她最终葬身火海 二姐这次的行动 居然被当场打了个现行 摄像机拍清了二姐的真念目 二姐本次行动失败 好在这只是姐妹之间的模拟演练 猫眼本次行动的地点是北南银行 三姐妹把模拟是布置得跟银行一模一样 最大的难题就是银行保管 室内360度无死角的摄像机 不过三妹有所准备 她的高科技设备能够干扰现场画面一分 姐妹们可以利用这个间隙偷走名画 这幅名画是他们父亲非常喜欢的作品 这幅画明天就会送到北南银行 大姐来到北南银行说 她也要把一幅名画保管在这里 大姐的性感大肠腿让银行行长直流口水 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大姐的尾锅 时间来到第二天 俊夫拉着小童来参加接吻比赛 小童非常不好意思 两人就要接吻时 科长又打来电话 狗叫警局又接到了猫眼的预告函 科长信心十足 她坚信北南银行的监控装置一定能抓住猫眼 时间来到黄昏时分 大姐带着她的名画来到银行 银行设置了四重房户 第一道门是用厚达20公分的钢铁做成 第二道门是用纯铁打造 而最后一道门则是用超合金做成 仓库里面则是布满了摄像头 摄像头没有任何死角 可推箱子的人居然是三妹 箱子里面装的也并非名画而是二姐 二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混进了保管室 只要预告函的时间一到二姐就会采取行动 警方在不久后赶上 俊夫将名画送到仓库 随后他们便来到监控室全程盯着监控 俊夫并不信任这些监控 他提出自己要亲自去保管室 另一边三妹按下高科技设备按据 监控暂时失效 二姐取走名画后又躲回了箱子里 没想到俊夫却来到了保管室 意外也发生了 银行居然突然停电 银行行长慌乱不已 因为停电的话他们打不开金库 那些换气设备也没有办法运行 金库里面又密不透风 里面的氧气最多只能维持20分钟 二姐虽然带了氧气设备 问题是俊夫身上的脑 俊夫很快就倒下了 二姐管不了这么多了 即便是猫眼身份暴露 他也要救俊夫 打了几巴掌没有效果 二姐只好给俊夫做人工呼吸 可没过多久 二姐也开始精疲力竭呼吸困难 二姐三妹打扮成特种部队紧急行动 两姐妹经过不懈努力成功打开大门 他们抬着担架说要送这名警官去医院 没过多久 俊夫居然从仓库走了出来 警方这才恍然大悟 刚刚的那些人是猫眼 那幅名画自然也被他们偷走了 猫眼咖啡厅居然被劫持了 劫匪刚刚抢了银行 现在又来抢猫眼咖啡厅 俊夫闻讯带着一帮警察匆忙赶到 可三妹却在与劫匪的缠斗过程中不甚重感 并且俊夫还让这名劫匪跑走了 三妹被紧急送往医院 好在劫匪枪法不准 子弹只是擦破了三妹的图 三妹基本上安然无恙 可二姐却对俊夫不依不饶 虽说只是皮外伤 但俊夫却让三妹在自己眼皮底下中枪 况且那名改徒还没有被带死 二姐大骂俊夫不配做一名刑警 另一边 劫匪逃到了一片木银 这里还有一座美术馆叫做牺牲美术馆 而猫眼下次的目标地点正是牺牲美术馆 那里有一副叫做沉睡的美人的名画 与此同时 警方这边也追踪到那名劫匪已经逃到了西神美术馆 可当他们到达西神美术馆时 劫匪人已经没了 他被这里的拥有者西神先生给枪杀了 西神是以前的奥运会设计冠军 他声称他的做法是属于正当防卫 但这已经是他第九次因为正当防卫杀人了 科长不敢得罪他 但俊夫却据理力争 他认为西神并非正当防卫 而是有意杀人 大姐把他们的对话全都看在眼里 由于对方是前奥运会设计冠军 所以行动会相当危险 在没有制定出周密的计划之前 不能够轻易采取行动 回家路上 大姐提醒二姐应该去跟俊夫道个歉 二姐为此还特意训练了一番 然而科长却把俊夫关进了小飞屋 二姐特意来到监狱看望俊夫 他同前古一起请求科长放了俊夫 科长虽然把俊夫放了出来 可俊夫成天郁郁广欢 因为不愿意看到俊夫如此消沉 二姐瞒着大姐擅自行动 他给俊神送去一张预告函 同时 他也给俊夫送去一张预告函 今晚12点 二姐便会在俊神美术馆采取行动 俊夫即刻驾车出发 另一边 大姐推开房门 他发现二姐已经没得踪影 二姐单枪匹马闯入了俊神美术馆 二姐一路摸索找到了那幅名画 然而 他却遭到了俊神埋伏 好在二姐凭借敏捷的伸手及时躲开 可俊神的枪法不是盖子 二姐就要领饭和室 大姐及时出现救了他 俊夫现在总算有理由带补他 俊神给了俊夫胸口一枪 二姐可是吓坏了 但俊夫显然是有备而来 俊夫毫发未遂 但现在的问题是要怎样带补俊神 俊夫一筹莫展之计 二姐之招 就这样 俊夫成功带补俊神 两姐妹也顺利拿走名画 俊夫走向窗台 谢谢你猫眼 又帮了我一次大忙 俊夫又接了一项新活 警局这次委派的任务是守护这颗叫做起立马扎罗之心的钻石 猫眼早早地发来预告函 俊夫扬言他这次定能活周猫眼 来到猫眼咖啡厅后 俊夫看起了职业摔跤比赛 二姐开玩笑说他更喜欢威猛一点的男人 于是俊夫第二天就来参加摔跤比赛 面对同量级选手 俊夫游刃有余 可一旦面对大块头选手 俊夫没有悬念吃饼 他还因为吃了一次千斤饼从而扭伤了脖子 但这名壮汉却被二姐一招制服 回到警局后 俊夫遭遇科长严厉训斥 你这个大笨胆 干嘛偏偏在今天扭伤脖子 俊夫掐指一算 今天也并非我生日啊 为什么不能在今天扭伤脖子 科长破口大骂 你难道忘了吗 今天是我们要去抓猫眼的日子 俊夫这才恍然大悟 他带伤铜前骨一同前往展馆 前骨提醒俊夫 猫眼应该会乔装成普通人混进人群 俊夫对老人没有戒备之心 他捡起包裹连声向老人道歉 二姐三妹继续伪装 距离行动时间越来越近 晚内的游客开始陆续退场 展馆突然烟雾四起 路人操簧逃窜 俊夫前骨冲向宝石 他们发现那两位老人家拼命守护着那颗宝石 俊夫可算松了一口气 老人家说猫眼往那个通道跑了 俊夫前骨追赶 可出现在两人眼前的是一条死路 两人这才恍然大悟 刚刚的两位老太太才是猫人 当他们回到一旁时 宝石已经被偷走 二姐带着三妹穿梭在大街小巷 警方这边自然也是一路猛追 前骨用枪打爆了机车前轮胎 但这点小事难不倒二姐 哪怕是只有一个轮胎 二姐照样能上演生死失踪 在某个拐角处 二姐带着三妹前进了一座体育馆内 可他们的行踪还是被前骨给发现了 俊夫封锁了整座体育馆 而体育馆正在进行摔跤比赛 二姐三妹被保安误以为是摔跤选手 既然保安都这么想吧 那我们不如就当一次摔跤选手 于是两人便弄晕了两位摔跤选手 他们换上摔跤服登场比赛 他们的对手是两个大块头 警方这边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比赛一开始 二姐就吃了对方一记猛扔 但二姐也马上让对方吃了一记猛骨射领 刚踢完 二姐就被另一人锁身 三妹紧急出场 三妹的蛇皮走位让另一个人碰不到 而二姐又让另一名选手连续吃踢 另一边 浅谷在某个更衣室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他打开房门立马明白了事情真相 浅谷匆忙跑回擂台 然而二姐三妹已经结束比赛 两人顺理成章离开体育馆 领走前 二姐送给俊夫一尾 猫眼又展开行动了 可警方提前布置好的机关将他们活捉 猫眼插翅南飞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警局的模拟演练罢 猫眼这次的目标是蒙古之鹰 这件宝物被暂时放在狗叫警局包裹 科长千叮万准 这光呼到整个警局的名声 千万不能让宝物落入猫眼之许 而他们的一切行动全被大姐看在眼里 三姐妹也早就想到了应对之策 只需要将三妹的这个全息投影装入警局就能搞定 这项任务自然就交给了二姐 夜晚 俊夫独自一人在宝馆市看守蒙古之鹰 二姐找了个理由 你工作太辛苦 我马上过去给你送点夜宵 于是 二姐就这样成功潜入警局 她亲手给俊夫做了一个汉堡 还贴心地为俊夫准备了番茄酱 二姐拧开瓶盖 番茄酱喷至屋顶 因此二姐便有了借口擦灯 她也趁着俊夫不注意装上了全息投影 如今万事已经具备值等行动时间了 很快便到了行动时间 警方沿着以待 三妹先行出发 然而她才当打开门就困上了前骨 这可把三妹吓得举手不错 然而这个潜古居然是二姐假扮的 她要以潜古的深算混入警察局 正式展开行动后 三妹用调谷衣扇支祭支走了真潜底 而二姐假扮的潜古则光明正大的走进了警察局 她首先来到保管室探望俊夫 她建议俊夫关掉电灯 因为关掉电灯就证明这个房间没人 如此一来 猫眼肯定会输于防范 俊夫接受了她的提议 时间总算到 姐妹们按下全息投影暗影 猫眼的投影出现在俊夫眼前 俊夫被这些投影无情戏手 出现在俊夫身边的猫眼越来越多 俊夫大叫一声猫眼来了之后就直接晕倒 警方赶忙出动 打开保管室灯光 俊夫居然睡在地上 但科长只以为俊夫是在说梦话 此时的潜古也明白了她重见 她赶忙跑回警局 而保管室的灯光又再度熄灭 猫眼的投影又出现了 假潜古说由她来保管猛鼓之音 可正当她准备离开保管室之时 真潜古却回来了 二姐一把撞翻潜古后逃跑 二姐一路逃窜 她最终逃到了警局女厕所 俊夫憨憨大笑 女厕所没有窗户 猫眼已经被他们包围了 但潜古却想到了一个点 如果此时小童不在咖啡厅 那么就可以断定她是猫眼了 于是潜古便飞奔到猫眼咖啡厅 没想到二姐居然就坐在前台 她的如意算盘泡烫了 原来 三姐妹早就打通了这里到警局厕所的下神道 二姐今天同俊夫出来郊游了 俊夫也打算正式向二姐表白 大姐在几天前又给她上了一课 俊夫一路思索着要以怎样的形式进行告白 半山腰 一对小情侣的车换了 男人竭尽全力修车 而女孩却在不停地抱怨 男人一气之下狠狠踢了车子一脚 结果车子滚下悬崖彻底爆回 女孩只能想办法搭个顺风车 碰巧她遇上了二姐和俊夫的车 女孩软磨硬泡 俊夫只能答应她的请求 可二姐却不高兴了 男子一路上还大声放着随身听 这让二姐更加心烦气躁 看着二姐满脸愁容 俊夫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另一边 一家珠宝店遭遇劫持 现场留下一张猫眼一告函 警方很快打到现场 科长觉得匪夷所思 猫眼应该不会看上 这种不值钱的东西才对 本想派俊夫调查此事 却被前谷告知 俊夫正在陪小村度假 科长只好来到猫眼咖啡厅 他也告知了珠宝店被盗知识 二姐跟三妹眼睛一瞪 因为他们最近根本就没有行动 所以肯定是有人冒充猫眼 没过多久 前谷也来到咖啡厅 他说他们发现那家珠宝店 今天有个女员工没有去上班 而当他们去那个员工家里时 那名女员工已经逃逸了 虽然不敢确定那个人是不是猫眼 但戒指被盗知识肯定跟他有关 前谷拿出女员工照片 巧吧 那个女员工居然就是二姐和俊夫碰上的那人 女孩名叫小丽 她身边的那个男的叫阿建 是小丽的男朋友 前谷科长走后 大姐三妹决定要调查此事 回到警局 前谷很快就查到了前方消息 小丽跟阿建把车子丢在了10号国道 随后便搭乘顺风车一路往西区 科长下令 立刻展开抓捕行动 来到俊夫他们这边 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 俊夫他们决定先到眼前的一间小木屋BB 警方发送了内部通告 那两名盗窃犯后面搭乘的是一辆92年的红色厂棚轿车 三妹预感不妙 他们现在必须要快点找到二姐 来到小木屋内 虽然这两人是盗窃犯 但两人却相当友善并且时不时还闹出点喜剧 小丽说二姐和俊夫一点都不般配 以二姐这么出色的外形条件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男人 而阿建又教育俊夫男人应该主动一点 饭后 俊夫准备向二姐表白 什么都没说他就要亲二姐 结果他就遭到二姐一盘子抱头 过了许久 大姐和三妹终于抵达小木屋 一张猫眼预告还插在小丽和阿建眼前 两人赶紧逃跑 三妹找到二姐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 三姐妹决定要挽回名声 他们轻而易举的就拿走了小丽的戒指 离开现场后 二姐让三妹把戒指还给珠宝店 警方这边也很快带补了小青梨 没想到两人的订婚戒指就是手套 不过小丽却很开心 这样他就能24小时跟阿建在一起了 飞机上 小丽情不自禁地望向那间小木屋 希望那两个人能够永远安好 猫眼又在警方的严密看守下取走了一件收藏品 俊夫在追捕过程中写些丧命 二姐自然不会让自己的未婚夫死得不明不白 在二姐的帮助下 俊夫获救 两人正面相识 明明只隔着这么近的距离 俊夫居然还未看清二姐真面目 但二姐的项链却不慎掉落 俊夫捡起项链 项链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给我钟爱的女儿 自从项链丢后 二姐成天心神不明 那条项链是父亲送给她的礼物 这对二姐来说意义非凡 第二天 大姐便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失误招领 有人想把项链还给猫楼 而发布这条消息的人居然是俊夫 大姐怀疑这很有可能是警方故意设下的陷阱 碰巧俊夫又在此时来到了猫眼咖啡厅 三妹特意让那条项链掉在地上 二姐开始表演 这条项链好漂亮 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吗 谢谢了俊夫 俊夫赶忙否认 三妹和大姐也开始追问 俊夫也只好说出实情 这条项链是猫眼吧 她想亲自把这个东西还给猫眼 这件事情她也没有告诉姐姐 毕竟猫眼曾经三番五次救过她 她想还猫眼一个人情 夜晚 二姐偷偷潜入警局 她在俊夫的办公桌留下一张预告函 第二天 俊夫日常打卡上班 她打开抽屉看见了那张猫眼预告函 前骨的余光也贴到了那张预告函 俊夫来到天台看预告函内容 上面写着明天中午一点 新宿车站六站台贩卖厅前见面 这一幕被前骨偷偷看见 前骨将这件事情告知科长 科长决定要调查这件事情 时间来到第二天 俊夫好声打扮一番后船警局出发 但她并没有注意到 有两个人一直鬼鬼祟祟的跟在她身后 然而三妹却看到了这一切 她还一眼就认出了那两人是前骨跟科长 大姐让二姐去跟俊夫见面 至于那两个人交给她和三妹就行 几人搭上了那辆前往新宿的列车 很快众人便到达新宿 俊夫率先下车 科长跟前骨准备尾随 可前骨的裙子却被一条线给勾住了 于是科长跟前骨便因此错过了下车时间 这件事情自然是大姐和三妹做的 而俊夫也成功赶到指定弟弟 俊夫接到一通电话 那通电话是二姐打来 在两人通话过程中 三妹偷偷取走项链 随后二姐便说不用再见面了 因为项链已经被拿走了 可俊夫特别想见猫眼灵面 二姐答应了她的请求 猫眼又作案了 警方的抓捕行动自然又失败了 然而犬铭街道附近出现了一名小女孩 一辆汽车失控 千军一发之际 二姐救了小女孩 二姐安慰小女孩 她还面对面提醒女孩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 随后二姐便飞檐走壁离去 俊夫在此时感到小女孩身后 没想到小女孩居然是俊夫的表妹 俊夫带着表妹来到猫眼咖啡厅 然后 前古来到这里抱怨俊夫没抓住猫眼 表妹问俊夫猫眼是谁 俊夫说猫眼是我一直在抓捕的小偷 今天正是因为在追捕她时碰巧遇见了你 表妹突发奇想 该不会就是我今天碰上的那个姐姐吧 俊夫问表妹有没有看见那个人的长相 表妹回应 我看得一清二楚 三妹大姐感觉到事情不妙了 现在千万不能让二姐跟表妹碰面 二姐正要走出房门 大姐赶紧阻止 三妹又用遥控老鼠玩具分散了前古和俊夫的注意力 大姐趁机溜进卧室告知了二姐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小童也没想到那个人居然就是俊夫的表妹 这段时间她是不能同俊夫见面了 立功心切的俊夫带着表妹来到警局 她想运用表妹的记忆用人工合成的方式来弄出猫眼的真面目 表妹仔细描述着猫眼的五官 可合成出来居然是这副模样 俊夫都严重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猫眼 表妹说这个人肯定不是猫眼 因为她跟猫眼完全不像 表妹还抱怨俊夫的设备太垃圾 可前古心里却有了一个记忆 第二天 俊夫再次带着表妹来到技术室 前古使坏 表妹其实早就忘了猫眼的长相 他们最终合成了这样一张照片 俊夫带着照片来到猫眼咖啡厅 大姐三妹看见照片总算松了一口气 二姐也终于跟表妹见面了 表妹果然完全不认识二姐 两兄妹走后 大姐心生一计 不如我们这次就好好利用一下这张照片吧 于是他们发去预告函 明天上午十一点整 他们会在北泽美术馆展开行动 科长嘚瑟坏了 有了这张照片 我们的抓捕行动就会很轻松了 时间转眼就来到第二天中午 猫眼今天要偷的就是眼前这幅画 警方严阵以待 俊夫让表妹一定要盯着那个人的出现 那个人很快便出现了 警方赶忙展开追捕 可现场的人太过混乱 并且那个人仿佛会移行换位之法 警方终究哭了一场空 汽车上 三姐妹摘下面照 这次行动如此轻松 还要感谢一下俊夫表妹 几天过后 二姐同俊夫把表妹送回了老家 猫眼旁边的这个男人 是国际美术协会会长提胡先生 目前已经来到日本 他现在一直住在自己的邮轮上 勇士大叔猜测他的船上 一定有海英兹先生的话 于是姐妹几人便向邮轮送去了预告号 这件事情自然也受到了狗叫警局的注意 俊夫认为猫眼一定会对内副人鱼画下手 他提出要加强警备 可提胡先生却说没这个必要 因为他早已经在邮轮上布置了各种机关 他也邀请俊夫亲自去碰那幅画 这也就是提胡先生自称不需要警方保护的原因 俊夫他们离去 前谷始终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不对劲 因为提胡给人的感觉 就是故意想让猫眼去偷那幅画 此时的提胡从包里掏出预告函 今晚12点 猫眼准时展开行动 时间来到深夜 虽然提胡不情愿 但警方还是在空中和海上布置了无数警力 并且他们这次还在邮轮附近安装了高精度探测仪 哪怕是一条鱼靠近 探测仪都会立马发出反应 猫眼很快展开行动 探测仪瞬间发出反应 警方展开追捕行动 然而这只是三姐妹的调谷离山之际 警方追捕的只是机器人 真猫眼乘坐降落伞潜入邮轮 他们很快就进入了收藏室 然而收藏室的机关很快被触发 三姐妹被困在角落 提胡先生也跟着现身了 而此时的俊夫又跑回了船上 然而保管室却没有任何异常 提胡也说猫眼并没有现身 俊夫也治好一群 带俊夫走后 提胡放出了三姐妹 她这次是受某人嘱托专门回日本看望三姐妹的 但她暂时不能说出那个人的姓名 只是说她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因为这幅画上用枪指着农民的人 现在已经是某国总统候选 这幅画只有她和海英次见过 她邀请三姐妹同她一起去欧洲 那里也有关于他们父亲的情报 三姐妹决定明天一早就出发 然而俊夫却喝得鸣鼎烂醉 没办法 姐妹只能先出发 然而提胡先生却在他们出发途中被杀手枪杀了 去欧洲的计划也只能暂时搁置 后来 在警方和猫眼的联手调查下 他们发现杀手躲在某国大使馆 警方不好动手 三姐妹决定勇闯大使馆 刚闯进大使馆 他们就遭遇了多条恶犬阻断 三姐妹用各自的功夫和技术手段轻松解决恶犬 随后 二姐又一脚回旋踢直接让杀手领了饭盒 外交大使只能束手就擒 在手枪的威胁下 大使说出了海音词在巴黎 三姐妹这肯定是要去欧洲待上一段时间了 第二天 小童向俊夫道别 但她只是说要去巴黎旅游一趟 俊夫也认为他们很快就会回来 说了一句路途顺利后俊夫便离去 大姐三妹开导二姐 有时候女人也要主动一点 于是 俊夫 俊夫 在俊夫依依不舍的目光中 飞机缓缓驶向远方 三姐妹暂时和俊夫分别来到了巴黎 寻找父亲之路正式开始